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个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事件 就是郭美美事件 最近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人叫郭美美卑鄙 他为什么会红呢 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那儿炫富 更重要的是他跟红十字会扯上了关系 而围绕着郭美美卑鄙这个网络人物呢 又扯出了好几家据说是跟红十字会有关系的机构 比如说天律集团 比如说红十字商会 还有比如说商业红十字会等等 那么这些机构跟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关系 另外在公益事业当中是不是存在有人谋私利的情况呢 来看接下来的真相调查 这个三叉戟图案是世界名牌跑车马沙拉蒂的标志 每款车的价格都以数百万计 红十字则是国际公益组织的标志 代表着人道 中立 志愿等精神 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标志 最近却因为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发生了奇特的关联 2011年6月20日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起了众人瞩目 她在微博上经常展示自己的生活照 从中能看到她开马沙拉蒂跑车 在别墅开生日会 皮包 手机 手表都是昂贵的奢侈品 而她微博认证的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就当上了总经理 并拥有名包 豪车 财产来源是否和红十字会有关 一时之间 网友们展开了容若搜索 各种与郭美美 红十字会有关的说法 在网络上流传 真假难辨 真相不明 从事件发生到现在 中国红十字总会已经两次在网上发表声明 说从来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个机构 也没有设立过商业总经理这个职务 更没有郭美美这个人 但是三个没有两次声明 似乎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问 而同时 事件的另一方 郭美美本人也几次在微博上发表回应 她的回应当中一些前后矛盾的说法 也是人们疑问难以消除的一个原因 事件发生后 郭美美最初发表的一条回应微博 对整个事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条微博解释说 我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 简称红十字商会 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 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 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 正是郭美美说的这种合作模式 让公众的疑问进一步升级 他们质疑是否有人在利用慈善牟利 为个人获取巨额的财富 此后 郭美美迅速删除了这条微博 随后 她接受了一家网络媒体的采访 采访中 她的解释发生了变化 她说 自己最初的身份认证是演员 红十字商会总经理是表妹修改的 自己并不知情 你不就取消掉了吗 我都没有取消掉了 其实就是因为红十字会这几个字太敏感了 然后大家就死咬着你 所以死咬着认定我就是红十字会的人 然后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红十字会 从里面捞的钱怎么怎么样的 他们不就这么认为了吗 6月26日 郭美美再次发微博 向红十字会和公众表示道歉 她说 本人出于无知 在新浪微博上自称为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本人从未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 这个身份完全是本人杜撰出来的 但是 几天之内 她的说法一变再变 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疑惑 很多网友认为 还是她最初发表的解释 可信度更高 经过搜索 人们发现 虽然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 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下级单位中 有一家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人们猜测 它会不会就是郭美美说的 红十字商会呢 继而 网上出现了一条来历不明的爆料 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猜测 爆料说 郭美美曾用名郭美玲 南下深圳在演艺界发展时 认识了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 两人关系不明 而邱振良认识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 郭美美因此结识了郭长江 和红十字会产生关联 随后 网友们搜索出的资料表明 天略集团的确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有过合作 合作项目里 又正好有涉及到保险广告的内容 这使得他们成为了被质疑的焦点 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是否与郭美美有关 她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又是以怎样的牧师合作 我们来到设在北京的天略集团总部 董事长邱振良本人接受了采访 您认识郭美美吗 郭美美 我没有聘用这样的员工 我们集团包括我们旗下的所有企业 没有聘用这个员工 同时呢 我也不认识郭美美这个人 包括郭美琳这个人 再一次呢 我听就没听说过 郭美美跟郭美琳这样的姓名 但是您的这个说法和网上的说法 这个反差就特别的大 因为按照网上的说法 不仅认为您见过和认识郭美美 那么甚至认为还远远不止 见过和认识这么简单 是啊 从我去否认或者说 那个 我说过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以外 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更多的是 有没有网民 或者其他社会上的人 听说过 或者其他的佐证证明 我硬是郭美美 不知我跟郭美有个交往 对不对 在网上是曾经有人贴出过一张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上呢 说明他认为这个是郭美美和您的合影 您看过那张照片吗 我看过 说白了拍照 这其实是挺可笑的事情 他是一个电视演员 香港的电视演员 他叫什么名 我不知道 曾经在好多的香港电视片 电影片里面 那位先生出现过 那是绝对不是我 大家可以对比 看一看 差距好远 6月24日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和天略集团都发表声明 表示和国美美 没有任何联系 天略集团的声明中还说 邱振良也不认识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 但是事件发生后 有媒体报道 天略集团的一位律师 莫伟志对记者说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 曾经来过天略集团 天略集团在声明中说 这是一个口误 公众表示对这个解释 难以信服 让大家很奇怪的是 大家会觉得来过和没来过 这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判断 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口误吗 它是一种猜测性的 我们公司跟冯水自费 有那么多次的这种合作 那么他想象 另外就是说 郭长江 副会长 跟我们董事长 应该是认识的 应该是来过我们公司的 那么这是用应该跟可能 这边的一种说法 但是从机械的角度来看 应该跟可能 两次给你删除掉 那就是认识的 因为这是熟悉的 那么我不可能在我市民当中 更多地把这个事情 去挤责我们的媒体 我只能说 我们的防务部 莫伟志 律师 是一种口误 我只能这么说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 您是不是认识 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 郭长江先生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可能在我们的一些合作当中 上郭会长废报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那么我本人是没有直接 跟郭会长有过硬好的交往 您的意思是说您和他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 从来没有 对 从来没有 中国红十字总会也两次发表声明 进行澄清 说副会长郭长江并不认识郭美美 红十字会也没有郭美美这个员工 最近又有网友搜索发现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在网上留的联系邮箱 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副秘书长李庆一的手机号码登记的 而天略集团下属的 北京天略盛事拍卖公司 在一次拍卖会的网页上 所留的也是这个邮箱 此外 还有两家公司的联系方式 都曾经使用过这个邮箱 一家叫北京中谋治国广告公司 另一家叫北京网顶市场咨询公司 这些公司 为什么都使用同一个 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有关的邮箱呢 都是商业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李庆一的邮箱 所以大家疑问 这四家企业之间 是不是有某种为人知的关联 一个邮箱设计三个企业一个人对吧 三个企业一个人 还有商业红十字会 三个企业当中 天略盛事拍卖邮箱公司 是我们集团控股的企业 另外一个网顶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 中谋治国 中谋治国 跟我们公司美金银行的关联 我也没听说过 那为什么 甚至拍卖公司 跟李庆一会共用一个邮箱 那是因为我们2007年的时候 那么做过一个 刚才说的整个劝劝 劝捐活动当中的一个子称部分 那就是拍卖 邱振良说 天略公司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曾经合作举办过一次慈善拍卖 由于是双方合作 所以使用了这个邮箱来统一联系 因为我们作为拍卖公司来讲 对社会披露 我们要收集大家有益捐献的开品 我说出去没有相信的 只有他们去执行 他们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得到他们的确认 这个事情才能继续下去 其实这个邮箱就像一个项目 使用了一个统一电话椅 您说您对其他涉及的两家公司 没有了解 没了解 不了解 近两天 一家媒体报道称 发现王鼎公司 中谋治国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还有关联 这两家公司当年成立的时候 法人代表就是商业红十字会 副会长王树民 而现任王鼎公司法人代表 是王树民的女儿王彦达 王彦达同时也是中谋治国公司的老板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则表示 由于他们是一个行业红十字协会 员工本来就大多由各商业企业的人员兼职担任 郭美美事件就像是一部剧情越来越复杂 不断有新人物出场的连续剧 一位网友还将牵连到质疑中的人物和机构 画成了一张图表 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 而最近两天 又有一家叫做中红夺爱资产管理公司的企业 被卷进了这个世界 而且迅速地成为了质疑悬卧的中心 这家公司正在网络上进行招聘 他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 要在全国大中城市的社区里 建立三万个红十字博爱服务站 而且招聘信息里还说 这个项目是由中国红十字总会主办 由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来承办的 网友和媒体于是对这个项目 这家公司展开了集中的搜索 发现的一些信息 更让人们感到疑问重重 有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发现 中红博爱公司的股东之一 就是网顶公司 而网顶公司在2007年到2008年 就已经在一些社区开展过 红十字博爱服务站项目 服务站是和保险公司合作 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急救 一诊体检服务 同时提供人寿财产等保险咨询 而博爱服务站的外形 就是一辆相式无动力车 这些细节和郭美美说的 人身保险 医疗器械 车体广告 高度近似 这个项目的运作 是否获得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 正式批准 他们怎么看待这种运作模式 到目前 红十字总会 还没有就此做出官方回应 中红博爱公司 也暂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让我们颇感意外的是 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 在采访中告诉我们 中红博爱公司 这个项目的运作模式 其实最早 是天略公司和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合作时设计的 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方案最初的设计人士 是您天略公司 对 跟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 大家一起策划 这里面会不会就说 我们是借用 红十字的这个标志 那么其实呢 是目的是为了去 推广广告 推广保险 获取更多的商机 其实我不能因为这样子 因为红十字费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子质 红十字费拥有的资源 是每一辈 很好的开发的 现在目前很多很多的 红十字费的资源都去控制 我以为 红十字费的资源 本来就是全社会 共同要 用于利用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 不是某一个人资源 您觉得 红十字费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最大的资源 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 全社会 全球都认可的 一种慈善机构 您是说 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吗 当然是 几年前 天略集团曾经和中国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 共同策划 要举办全国红十字券目活动 但是 由于红十字总会最终没有批准 没能够组织实施 而他们设计的运作模式 就是钟鸿博爱 现在采取的模式 这种模式 到底是为了公益 还是为了商业 近两天 一家媒体报道说 采访到了一位匿名的天略公司前员工 这位前员工说 天略公司当时为了促成合作 曾经给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送笔记本电脑和汽车 之所以这样做 目的还是想借慈善圈钱 只是项目最后没成 钱没有圈到 当时做这个项目 会不会有这种圈钱的想法 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 应该想呢 我们集团有很多 应该想不少项目 是可以赚到钱的 我还自己愿意是 让自己在自己能力范围 以内去作建 实现的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是我应该承担的 社会责任 就是那家媒体采访的前员工还说 天略集团为了想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合作成功这个项目 那么给商业红十字会 送过笔记本电脑和汽车 那个项目要启动 那几个绕数是必须的 一个是交通工具 一个是通信工具 那我们跟商业系统 工具资费一起合作 他没钱 那只有我拿钱 我拿的钱是 买了钱买了这个设备 我们一起做这个事 因为这个项目 要使用的工具 不存在我们公司 去送别人什么 那这个项目呢 最后他的合作终止之后 这个他提到的笔记本电脑 和汽车最后的归属是 回到您的工具 早就拿回来了 早就拿回来了 接触了就拿回来了 现在看来 郭美美在微博里说的 这种模式显然存在 让人疑惑的是 如果郭美美完全没有 接触过相关项目 他怎么能够 做出这样的描述呢 而这种模式 究竟是否适合 在工艺事业中采用 有没有产生 灰色地带的风险和漏洞呢 现在可能 网友关心郭美美的事件 他们最核心的疑问 其实只有一个 也就是在郭美美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 涉及到了车体广告 涉及到了医疗保险 这个模式中间 存不存在漏洞 让这个慈善的标签 有可能变成 某些人私人的巨额财产 这个问题其实 很难在我这里面 做出判断 我刚才说了 监管到位 就没问题 监管不到位 再好的项目 再 里面有 很多纪律要求的 一些项目 都会出问题 都有可能出问题 您觉得不是 您设计的这个模式 本身的问题 不是本身的问题 那是监管的问题 就看监管的怎么样 对 现在中红国外公司 是公众质疑的一个重点 它正在运作的项目 和国民美在微博里的描述 高度近似 这两件事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 公众质疑的另一个重点 是中国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 在这家机构 运作过的项目里 曾经和很多家的 商业企业合作 这些项目 到底是公益项目 还是商业项目 中国红十字总会 对这些项目 有没有进行相应的 约束和监管呢 面对质疑的声浪 昨天 中国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表示 自身以及所有相关机构 都与国美美无关 并表示 可以公开成立 十年来的所有账目 欢迎监督查询 而中国红十字总会表示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是经总会批准 成立的行业分会 但人财务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不属于红十字总会 它的主管部门是 中国商业联合会 红十字总会还表示 已经以郭美美虚构信息 扰乱公共秩序为由 向警方报案 有进一步调查结果后 再向媒体发布 6月27日凌晨 一个被认为是郭美美的女孩 从深圳飞回北京 面对赶来的记者 她始终保持着沉默 并迅速乘坐一辆捷达车 离开现场 昨天警方证实 郭美美已于近日返京 是为了接受警方的调查 中红博爱公司和郭美美之间 究竟有没有关联 公益事业和郭美美的财产之间 究竟有没有关联 到底是郭美美在 虚构事实扰乱公众秩序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公众的许多疑问 规结起来 其实核心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我们是否能把自己的捐款 放心地交到公益机构的手里 事件还在进行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